人工的话是90分以上 我60分 60分 语气满满帮全体员工 打了90分的好成绩 国王大立光执行长林恩平 面对股价站稳2000元 营运屡创新高 却谦虚的只给自己刚好及格的分数 认为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18号林恩平和哥哥林恩周 罕见首度与接班人的身份 共同出席股东会 我们现在开始 一层进行报告事项 从去年6月接任董事长后 林恩周首度在媒体前公开露面 不过习字如今 但气色看起来神经气爽 对于公司下一步的营运 重要项目也列出了明确的目标 应该会在第三季的时候 会适量产 第四季会正适量产 从透明片一直到放大片 和彩色片 全系列的隐形眼镜产品成为大力光 接下来冲刺的关键 从设计到制作 大力光一手包办 希望能够争取到国际品牌的代工订单 而林恩平对于本业也是 保持一贯的保守乐观 大部分下半年还是会好一点 今年可能是有一些 譬如说像4G 要lunch 有这么会比较 有很多人是这样说 六月大概就是 我看跟上个月差不了太多 7月应该不会差于六月 随着客户纷纷提升照相功能 再加上4K 2K高解析度显示 还1300万画素规格相互切合 千万画素以上的出货比重 已经从个位数提升到10%到20% 光学变销的产品将于第四季开始送样 只是客户订单让产能满载 却因为苦于找不到土地设厂 难以增加产能 员工只好加班赶进度 不过光是作业员的薪水 就渴望达到底薪的两倍以上 就是24K这是我们的 但是他们还可以领月奖金和计奖金 当然月奖金和计奖金 也一样是看你的业绩的情况 如果有加班的话 你现在看大概四五万 大概有五万块钱 大力光奖励员工 依照去年业绩总计发放 十几亿台币创下历史新高纪录 但是大力光18号股价由红翻黑 中场下跌1.68% 收在2050元 下半年的光学产业景气 能否如林恩平预期维持传统旺季 仍然是股价和营运的重要指标 记者林思宇 黄艳章 台中报导 虽然是这个股王 但是股东会看起来还蛮平易近人的 好 那我想要跟炫哥豪来做个请教 站在屋顶头会晕 这也是自然的好不好 那通过马房线 今天也是自然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包括了 自营商今天卖不少 看到融资是大减的 这个是很自然的 很合理的心理 对啊 居高思维啊 因为当我们往上走的时候 前面的那个关卡 那个历史关卡 都会形成一个心理障碍 所以为什么技术性来到前高的时候 关前走一回 关上走一走 过关还得再回撤一下 这是必然的心理过程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 大家还是戒胜恐惧的情况之下 股市都没有做头的疑虑 因为过去历史12682也好 10393也好 9859也好 那时候几乎 你会仰望蓝天啊 海阔天空 不只是一旦回撤中心 对不对 三米都不怕 为什么 因为你所担心的任何关卡 都已经一一突破 所以这个来看 过关 过了9220过关 现在过了9309 但是你一看 还有9859 9309跟989才500点 所以你觉得 那算了 收割落袋为安 为什么又撑到一个更大的关卡 过了9859 还有一个10393 那也差500点 过了还差500点 过了10393 12682就有2000点 10393跟12682就有2000点 这个空间就会比较大 是不是 那到了过了12682以后 老实说 那时候就会喊 一万五啊 两万啊 三万也不是不可能 我回顾一下 25年前 台股啊 你好像拿个棒棒糖 我识了 12682 12682的时候 12682的时候 那时候的处境是什么 从71年8月的421起涨 涨了8年 涨到12682涨了30倍 如果你要追算 从74年7月的低点 636 涨到12682涨5年 涨了几倍 636到1268涨了20倍 到了12682的时候 你知道市场什么声音吗 三个声音 三个声音 第一个声音 说那个是看短线的 保证看一万三 短线的说保证看一万三 保证哦 最主要是保证那两个字 保证看一万三 那基本面的人 基本面的人怎么说 用EPS 说到红红一大吨 那经济学都听到 EPS 怎么换算 货币供给 说一大吨 所以他认为 结论台股 合理的水准 一万五 大家听起来 真像人话 给我们教科书讲的 很像 还有数据 还有方程式 适合你看 十倍数 十代 这是合理一万五 那就还有两层空间 那第三个叫做市场的主力 那个叫做市场派的 就喊着说说不定有三万 为什么 因为日本三万八千九 所以说不定有三万 那个叫做华众取宠行 那市场就只有商音 保证一万三 合理一万五 说不定有三万 全台湾的投资人 通通相信 那个叫做全民投资运动 但是那三个目标 现在时隔二十五年 无一成真 那你知道 那一些氛围 过了八个月后 不是一万五 不是什么三万 是一不见了 一二六八二不见了 剩下多少 剩下二四八五 一不见了还少两百 一二六八二是一不见了 还少两百 叫做二四八五 从那里 那是二十五年前的地点 一直慢慢的 像拖死狗一样 一个收敛三角形 到现在 到今天 现在为止 我告诉各位 所有的 这二十五年来的 所有的原始下降趋势线 这一条 投资人们看到了 这一条 这一条就是 一二六八二 切过九八五九 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就是最后的这一条线 终于突破了 投资人们可能想知道 现在这一条线在哪里 这一条线在哪里 我告诉你 就是一二六八二 切过九八五九 这一条线终于突破了 二十五年来的收敛三角形的上线反压 现在的位置八九五零 这个就是铁板 我认为你未来可预见的铁板 如果台股有幸再回撤到这个位置 闭着眼睛就把它抬下来 为什么 这是二十五年才突破的 那一个 原始超长期原始下降趋势线 以后再回撤的时候 它就变成支撑 好 我把它削掉 我给投资人们看的 它会在哪里 它在这里 这一个叫做金融海啸的上升趋势线 投资人们看到这里有一个 有没有 这里 交汇点 我故意 因为要让你看 其实这是电脑画的 OK 它的交叉点大概九千点不到的那个位置 交汇点 我说不是一定会来 而是最坏来的时候就是那个位置 这样可以知道 好 那如果你仰望蓝天 现在的底部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9731 这个是马上可以要 马上要实现的叫做中短期的目标 再来的就是9220跟6609的 技术性满足点叫做11831 再来的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是8395到3955的 这一个 这个你头肩底也好 或者WD也好 它的测量满足点在12835 那或许 或许 你看得最清楚的是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9220 你看9220 这一个 这是WD的第一只脚 这是WD的第二只脚 这两个 第一个你看老花眼的人 这样一看一定看得到这个图 我刚刚画的那个是小一集的 这是最大 这个还真大 这个测量的满足点多少 14485 但是我根据过去两次的十年的循环 这个目标都没有来过 所以我不敢说这一次会来 这样我知道 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两个目标 在两次就是陈总统时代 跟李总统时代 这两个目标全部达正 就是以历史经验来讲 这两个目标全部达正 那这一个大目标没有人达正过 我不知道这一次 能不能我不敢讲 所以我不敢讲到那个14485 但是12835有机会 那到了12835就是 就是创历史流明了 创历史高嘛 好 我们把它消掉 好 现在我要讲的时间 你往后看时间 什么时候有转折 7月份有一个转折 7月份是什么 是7050起涨以来的第21个月 就是7月份 就是第21个月 好 过了7月份 还有一个转折 在哪里 在10月份 今年的10月份 10月份是什么 是欧债危机低档 6609以来的第34个月 是在10月 就是双死国庆的时候 好 再来呢 再来呢 就是6857开征证首 岁以来的第34个月 那一个现在算得到的最大 那一个在明年3月 明年3月 明年3月是6857过来的34 同时是9859过来的85 同时是这个点 这个点各位还记得吗 4404 4044 4044 SARS 4404 4404 4404 这个SARS过来的144个月 那我看过3411在哪里 3411 3411更早了 更早了 就是这个4044之前 哪个人想说 这是民国92年4月 那个是在民国90年11月 3411 对不对 3411 那个是什么 那个就是恐怖事件 各位那个恐怖事件造成的那个低点 我们的岁月还画不进去这一张 对 所以你往后这样看 未来 还有一段 你说那过了这一个 明年3月 还有没有一个 最后的一个是这一个 3955 3955以来的55已经用完了 89个月 那个会在后年的4月 就是下一任总统 5月就职前的前面的那一个月 就是3955过来的89 这是未来可预见的4个 比较大一点的时间转折点 好 那意思就是说台股什么时候危险 我讲的这4个时间点 它出现的指数是一个阶段性很明显的高档 它才会有危险 就是说到了7月底的时候 你发现台股1万点 小心 为什么因为8月会掉下来 或者到了今年10月的时候 指数1万点 小心11月可能会掉下来 这样可以知道 到了明年3月的时候 一看 1万2后 赶快拔腿就跑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全球共同的转折点 那正常现在是6月 那6月 那欧美呢 欧美下个月是什么 欧美所有下个月都是 欧债危机起涨以来第34个月 那意思是什么呢 什么是危险 当欧美股市一路涨 涨到7月底的时候 是一个高点 这样才会有危险 如果欧美就从现在一路跌下去 跌到7月 那也是买点 这样投资人知道吗 所以深圳危险的是 7月底的时候 全世界都在一个高点 才要跑 那你说 那今天跑的这个人 所为何事呢 那你如果今天跑是对的 那他的意思是 台股从明天开始 就一路跌跌跌 跌到7月底 跌到7月底 就是7月 就7月最大转折 就看得到 跌到7月底的时候 你再回补 这个就是你今天看坏 做对的就是那时候 那你还是要补啊 也不是崩盘啊 那时候你去补最好的情况 让你补到 8 9 50 对不对 那你今天卖多少 9 2 50 好了 或者让你卖到9 3 3 3 4 3 5 0 好 我看350点的利润 350点的利润 差不多是4% 也花不了财啊 对不对 是不是 不过是在怕什么 逻辑 这样各位知道那个逻辑 事实上我们都是反复推的 你这里要不要怕 但是真的有那么危险的 巨高症吗 你要看 虽然我爬上了屋顶 看起来是爬很久才上屋顶 但是你要去看 你站在屋顶的时候 你那个栏杆有多高 那个支撑 那个支撑是有在哪里 所以我今天是爬上屋顶 但是我一看 哎呀 铜墙铁壁在8 9 50 那你在怕什么 那个350点的空间 老实说需要怕成这个样子吗 连滚带爬 这样用跑的 像自音商 一台胎 二十六 然后开高半支平板 杀到跌停 有那么严重吗 对不对 今天盘房很忙碌 为了创造更多的交易税 对 如果以周转折 就这里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是转折 8 13 下个礼拜21 四个礼拜后 34 89 所以意思说 这里刹下去都不严重 就是说这个礼拜 如果变成黑是买点 下个礼拜是黑 也是买点 这样各位知道了 OK 让我们一起来挑战万点 17岁生日快乐 这是非凡商业周刊的生日 就是跟所有周刊的读者们一起来庆生 所以17一期 这一期即将要出看的是889期 一起发发9 那赢价万点 只要也是非凡商业周刊的读者 每一位也都可以 都有半年期跟一年期的 只要一年期的 同时可以得到两片DVD 那半年期的是一片DVD 那这一次呢 加入了5888太好赚的一个方案的话 一起庆生的一个方案当中呢 还可以加证两期的非凡商业周刊 两个好 三好一公道嘛 第三个呢 再抽纯泰项料 实在太热闹了最近 所以呢 一共有88名 只要参与好康架 五发发发 真的是三份礼物 跟大家一起来庆生 时间关系留在下阶段 马上回来 那到底呢 会猪羊变色吗 还是猪还是猪 羊还是羊 是为了今天 冲的今天结算来的吗 整个肋骨的结构会做胶棒的演出吗 待会来告诉你 变平冷气 日本进口非常稀少 日本制造的压缩机也很稀少 请检查室外机明白 认清产地 日历变频冷气 MIT 节能 环保标章 全国最多 压缩机日本制造 连续12年最高荣誉白金奖 连续25年离江笔牌 第一名 日历变频冷气 销售第一 小姐 没错 小姐 金牌呢 在这里 想做就做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My passion 金牌 台湾啤酒 5 6 6 Give me 5 6 6 新566洗法乳 添加乳油 木果油 润泽加倍 修护领毛皂 566洗润法乳 今年 Sexy Erik 诶 竹内节子 傍晚依然美丽逗人 真叫人嫉妒 早上轻轻一抹 持续透亮一整天 静白机密 从早到晚 持续静白美机 Shiseido 云端生活 全民共享 东元云端智慧空调 Take go 在家里 我们只顾自己 在一起更甜蜜 团体 我和你 Oreo 玩具在一起 Oreo 变形金刚4 剑量版狂热上市 云端生活 全民共享 东元云端智慧空调 Take go This man is a why not man His style is chic Mmm sexy Sexier Sorry Sporty His favorite color is Red Blonde Black Yes Black goes with everything The why not man Never says no Except when it comes to his drink Because he only says yes To Heineken light Live hard Drink light 好 回到节目现场 那我们可以跟盛杰先一起来看吗 因为今天真的 最后的这个一个半小时 实在这个精彩刺激啦 如果跟你说 这一个小时 对 真的 那我们看到整个 原本涨的股票今天被 然后呢 原本这个大家觉得 不会动的股票在尾盘拉伸 会不会产生猪羊变色 还是真的只是冲着今天结算 OK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这个节股眼 大家去想说 这个指数到底怎么做 类股到底要怎么做 这两大重点 那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量能是一个关键 如果说我们就 就指数的一个 一个想法来讲的话 其实说真的今天 单天的量能是漂亮的 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其实这个盘存在一个什么 当它量能来到 1000亿以上到1200左右 就是一个什么 突破量 你看每每他在做一个突破的时候 他都做一个 相对大量之后 然后量缩 然后股价是往上涨的 突破之后量缩 股价是涨的 现在如果说也能够做一个突破 然后呢 未来其实说真的 我不期待说这里 量能再度放得太大 也是呈现量缩 但是价能够维持怎么样 在5日线跟10日线的惯性的话 我觉得这个盘 大概就是还大有可为 就是基本上 它的波段就还没有结束 所以你说这个指数会不会说 这里建高就结束 我觉得感觉上几率不高 就波段来讲的来讲的话 它应该还是有高点可及 但是我刚刚有提到的说 因为外资的 期货的多单它有减少 所以这里非常关键的是 你怎么样再用一些人气股 把这个罩子再让它热一点 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 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说盘面上的人气股 到底会落在哪里 你应该怎么样去操作 因为说真的 这个大盘的骨干是谁 把它架起来的 外资 外资把这个骨干 就这个指数 就这个骨干 把它架起来 但真正内容上面 还有待 这些业内实户 甚至投信 或是这些大众的投资人 把这些内容把它补齐 所以我觉得短线 比较重要去观察 就是说这几个点位 第一个 股东会的概念股 因为其实 这个刚刚明娟有讲 我最近股东会 就是业绩发表会 所以讲到业绩发表会 就有一些股价位阶低的 它的短线表现就不错 我觉得这些个别股 能不能再续墙 我觉得是非常关键 OK 这个真的是 这个是重要 第二个来讲说 太阳能股 我特别要把太阳拿出来 因为其实最近太阳能股 蛮夯的 但因为今天 好像拉回了 大家很害怕 要怎么办 那我就把它拿出来 跟大家报告一下 所以太阳能股 你在这个位阶上面来讲 应该怎么样来观察 那最后就是 我一贯都有跟大家追踪 其实这个波段 我觉得 你在大波段的操作当中 法人索马股 你是不能够遗忘的 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这个法人的比重越高 法人索马股也 越来越厉害 所以你说 短线的观察点在哪里 我觉得这三个点 就是说 如果这三个点 就是你去看 这些股东会 消息不错的股票 还是能够续墙 那你感觉上 这个大盘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先从股东会的概念股 所以今天真的很好笑 很多人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智慧型选股 看指数飞越9309 也智慧型选股 给人家有点 起一颗 因为今天涨的都是大支的股票 所以你那些 虽然说今天指数创高 我相信很多投资人 并没有感觉到这个指数创高 但我要讲就是说 其实这个指数创高以后 如果这个罩子 就是这个热度来讲 还在 还在往上在升温的话 我觉得这个大盘还大有可为 那你就要讲说 那热度在哪里 好 我就是要告诉你 热度在哪里 就是说你目前看得到说 股东会的一些讯息 搭配股价来看 那第一个来讲 我们讲说今天 很夯的叫什么 其实在LED的这一块 新世纪它算是LED的上游 它说第二下半年开始 供不应求 我们看一下新世纪的股价 今天真的是什么 带量做一个突破 你看它这个有点打出底部 本来是飙涨了一段 这个飙涨一段之后 其实经过大概两个月的整理之后 它股东会势力多 股价往上走 其实现在这里 因为已经进入六月中 大家有个观念 在这里操作的过程当中 你要去留意它中线的位置 中线的位置就是像什么 周线 比方讲我们看新世纪好了 它的周线的位置 就不会算是太高了 因为毕竟来讲 它是打底完 涨多之后 回挡再往上拉高 所以因为毕竟你想说 到下半年 这个好像还蛮久的时间 你如果说 找那种短线位置太高的 感觉上压力比较大 但是周线位置比较低的 就特别有搞头 你看一下 这个新世纪这样来走 但它也带动了什么 像什么 2393的逸光 那逸光其实在上礼拜有股东会 逸光上礼拜有股东会 其实这个董事长难得讲说 这个下半年也是不错 所以股价怎么样 也是开始往上走 今天又再度放量 那我们看一下 逸光的一个周线图 它的周线怎么样 也是怎么样 高档整理了一阵子 有没有 它之前涨一段 这里整理一阵子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 像这种个别股 就应该要去续墙 因为它周线整理过 股东会又讲说 它这个下半年很不错 然后这个业绩 也会持续做一个成长 像这种来讲 你就值得去留意 那我们再往下看 我也特别提一下联电 因为联电我之前 有帮大家追踪到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股东会也是势力多 它股东会大概在这个阶段 然后股价最近往上做拉台 最近做一个压回 那大家说 这压回有没有关系 其实我觉得还好 你这个把它削掉来看 它只是拉回到怎么样 你充其量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是实现的位置 拉回到实现 而且做一个稍微做量缩 那外资买这么多 稍微做一个减码 也算合理 而且我们讲说 看一下联电的周线 我喜欢去看一下周线 联电的周线 你把它缩小一点来看 我坦白讲 我觉得这个周线 再怎么样 还是属于一个漂亮的周线 还是属于一个漂亮的周线 所以短线涨多 它压回是OK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股票很重要 因为它是市场的人气指标 那这种股票在涨的时候 我觉得投资人会比较开心 台积电在涨 大家不见得开心 阿兔很高兴 对 阿兔比较高兴 但是联电在涨 我想这个婆婆妈妈都很开心 因为大家喜欢联电 因为它股价也是价位比较低 而且其实 而且不知道套多久 对 套多久 所以我觉得说还是有机会 但是特别我们要提一下 像什么 像奇力新的部分 它是今天股东会 它今天股东会 但是它有提到 其实在这个地方来讲 最夯的 对 无线充电 无线充电 我现在逗定了 这个线那个线 一堆线 对 所以无线充电 未来会很重要 那重点还有什么 它又是国具集团的 我们知道国具最近的股价 也是很强势 那它基本上你看一下 这个像国具 它也是涨很多 那我们就讲说 我们要找那种 周线涨得比较少的 我们看一下奇力新的股价 我们来看周线 我们看周线 这个是不是符合我提到的 它周线是整理这么久了 跟一光 跟我刚刚讲那些很接近 所以我们现在在找个别股 就是它可能整理一阵子了 然后大股东在股东会上面 讲的感觉上还不错 那我觉得就有所期待 那我们看一下奇力新 它到底讲到什么东西 我说它叫做什么 被遗忘的无线充电概念 无线充电其实 大家可能想知道 说真的 未来我觉得无线充电 一定会夯 为什么 因为现在